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并不一样 那么隋唐大运河与隋唐大运河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 可以确定隋唐大运河的总长度大约为2700公里 而如今的隋唐大运河长度约为1797公里 但从长度上讲隋唐大运河的规模 要比如今的经行大运河更大 其次隋唐大运河之所以比如今的经行大运河 多出近1000公里 主要原因是隋阳帝特殊的政治考虑 由于之前的大分裂 隋唐在经济文化上 大体上分为关龙、河北山东、江南三个部分 如何将关龙、河北山东、江南三个部分整合成统一的帝国 就成了隋朝皇帝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隋阳帝修建大运河的主要目的 因此隋唐大运河必须要与西北的关中地区联系起来 唐朝灭亡后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基本转移到了东部 原来的关龙、河北山东、江南三大区域 转变为南方、北方两大区域 因此如今的经行大运河 主要使沟通南北不再与西北联系起来 最后正因为要沟通关龙、河北山东、江南三大区域 所以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是洛阳 与之相比 如今的经行大运河主要是联系南北 所以中心城市是位于北方的首都北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